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实上呢这个是可以是一个不知道是开区间还是必区间都OK的都可以的或者是半开半壁甚至说任何一个集合都OK的这个均匀收敛了都可以都可以定义的是说什么随便一个epsilon我找到一个n那只要比这个大n大的那些数呢我这个函数 这些fn函数呢跟这个f函数呢距离对于任何x来说都要小于epsilon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任意epsilon你要多小我给你多小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说这个函数列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sequence来的sequence of function就收敛到这个f 那这个图画就会是这个样子这个是f函数 这个终极函数那我要求它有一个epsilon的系列 当然你这样子写的话呢就相当于就是我的fn这个减fx呢是小于epsilon大于负epsilon或者是它是小于fx加epsilon大于fx减epsilon 这个大概我们都推演过的了那所以呢就是在一个给定一个f呢就给定一个epsilon的话呢我就定义了一个带子 一个侠带那我们就要求呢某一个n以后呢所有的fnx都坐落在这个侠带里面 它可能是可能是这个样子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不管这是fn 那然后呢你的epsilon越说越小越说越小越说越小那你的还是有这个现象那如果是这个样子这个均匀收敛就成了 那这个均匀收敛有什么好处呢在上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就我先我先有一些基本的性质 就是uniform convergence呢第一个它会imply它涵盖着这个所谓的pointwise conversion 你组点收敛的那个组点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大n呢有可能依赖于x的 依赖于x也依赖于epsilon在均匀的时候呢我们只依赖于epsilon这个我想这个差异大家应该要已经了解了 那所以如果你能够均匀的话呢你这个组点收敛这个事情呢是一定对的 不只是这个样子我现在呢是uniform convergence on i 如果我在一个大区间上面有均匀收敛 那我在一个小一点的区间上面当然也均匀收敛 因为为什么小一点的区间就是我的x呢这个命题对的那些x呢少一点而已 那如果在大区间都对那小一点的区间当然也对 所以它也是imply uniform convergence on任何的subinterval 任何的子区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前面呢一个定理5.7呢就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我们有均匀收敛的话呢 则这个f呢就可以移传到好像继承一样 可以继承到我的fn的好处 是怎么说如果我每一个fn都在一个某一个x0这个点是连续的话呢 我的f呢也要在x0这个点连续 那这个是连续 然后呢如果每一个fn都是integrable integrable on这个i 现在呢 讲积分的话呢 我这个i呢主要是b区间 主要是b区间 那 则 我的f呢也是integrable 也是可积的 on i 而且呢 而且我这个f的积分呢 我这个f的积分呢 就是等于各自的积分 这个积分积出来就是一个数字 就是一个时数 那各自的积分呢积出来也是一个数字 所以是一个数列 以赖于n 那这个数列呢 就很简单 就是 就是会收敛到我的fx ok 那在这里呢 你留意一下呢 我们均匀收敛是导致什么东西 我某一个意义底下呢 我会这样子说的 我们一般呢 一般 如果是pointwiseconvergence的话呢 我们是 我们是 好啊 我们给一个名称嘛 事实上 我不用confineconvergence 我uniformconvergence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名称 给一个名称是什么 就是 我的f呢 就是等于fn的limit 而这个limit呢 我们叫uniformlimit 好 那那个符号有时候 也比较难去表达 但是 这个当然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嘛 就是 那如果是这样子写的话呢 你看看 我这个f不是就是 不是就是我的fn的limit吗 好 那这个符号 这个这样子的写法 我将这个fx写成是fnx 这个写法 跟这个写法 就很像了 那 那个效果会是怎么样子 这个效果 好像就是说 我这个limit 跟这个积分 兑换 好像交换一样 这两个符号 那在均匀收敛的桥间底下 limit 跟这个积分号 是交换 那 这上连续也一样哦 我们 连续的话 我的limit 我的fx0 事实上是等于limit 你连续嘛 那你在一个区间上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 在区间里边 你的fx0啊 就是等于fx的limit 是不是 那 而这个fx的limit 这个fx啊 是等于 我的fnx的 是均匀收敛 这里 写的还没有 就是说 也没有将这个均匀的那个意思 还是有一个x在里边 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就 将这个 这个limit就是一个 所谓的uniform limit 一个是n 去上无穷 然后 再取一个x 去上x0 那你看 fx 这个就是f连续的意思 f连续的意思 那现在 我的结论是f连续嘛 那 它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而这个f呢 是等于fn的limit 那这个limit是n去上无穷 然后再 x去上x0 OK 那 好了 那我也可以将这个交换呢 怎么交换 因为 我的 fx0 不是就是fn的 极限吗 如果你 均匀收敛的话 你组点 你这个点 当然你收敛嘛 是这样子 是不是 就n去上无穷 好了 那然后 每一个fn都连续嘛 所以呢 它的fnx0呢 是等于 fnx 当x去上x0的极限 这个是n去上无穷 那你看 到最后呢 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 就是我会这样子记的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计法 就是均匀收敛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的limit号 就可以 这些函数的 函数列的limit呢 就可以跟连续的这个limit交换 那 然后呢 这个limit跟这个积分号交换 这个就很好记 那 这个动作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 这个是 同样都是fnx 那 就是两个交换 对不对 那这样是很清楚的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 我们可以这样子记 那 这个就当我们好像 时数的那种 加法 乘法 a加b 等于b加a 那种交换的 那个 那个运算的 的一些 一些动作 那 所以这个是有趣的 这个是有趣的 因为limit跟积分呢 都是一些 你可以说是一些 运算或者是一个运作 那 所以我们 从这方面的理解 好 今天呢 我们要做 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 微分 那 这个微分呢 是 一般是不对的 一般是 不见得是对的 整个图画是 这个样子 整个图画是 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的f 最简单是 是这个样子 我忘记了 我也没有给过 给过例子 最简单的是 这个例子 好 我讲 differentiation 就是 就是 question 就是 fn 可为 可不可以 imply f 可为 甚至说 我的f 的微分呢 是等于 and 是等于 limit的 fn的微分 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命题 两个命题都不对 两个命题都不对 我可以给一个 给一个例子 给大家 这个很简单的 就是 你这个f呢 看成是一个constant函数 它的微分是零 好不好 那 但是我的fn呢 它是 它是一个震荡的函数 而且呢 当air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震荡的更激烈 震荡的越来越厉害 那使得呢 整个状况是 是不一样的 那 这个 这个是很 很简单 那譬如说 我的fn 这个是 for example fnx 等于 比如说 这里在零 那个地方 就是 sin nx 除以n 那 这个东西 它的绝对值 是小于n分之一 很清楚的 跟x无关 每一个x都对 那当n去向无穷的时候呢 整个就 拉向零 所以呢 它是 很明显就是 这个fn呢 是去向f uniformly 这个f是什么 f等于 零函数 uniformly 每一个fn可为 当然f也是可为 可是fn的维分 是什么 在这个例子 fn'x呢 就是等于 sine的 sorry 是cosine的nx 那那个n呢 chain rule 就跟分母呢 消掉 那这个就是cosinenx 而 你的cosinenx 就是一个震荡 从负一到一 震荡 那个n越大的话呢 震荡越来越厉害 跟这个fx呢 f'x 很等于零 这个 就不会是 不会 没有任何的 这种 收敛的 状况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这里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 甚至说f是不是可为 也是 也是会 有问题的 那这些例子呢 会比较麻烦 那我这里呢 我只是给一个图像 给大家看 就是 你可以想象出来 我就是这样子吧 这里起角的 这个函数 在这个点 就是不可为了 对不对 一个起角的函数 那我可以 或者是 简单来说 这个绝对值函数 好不好 那我可以有一些 一些函数呢 有一个 一个系列 甚至说 我 我就 都一样的 在远的地方 都是 x绝对值 然后 一直 就是在这个点上面 越来 这个fn呢 就是 都是比较圆滑的 但是呢 就是走向这个尖角 那这样子 也蛮明显看到是 所谓的有均匀收敛 因为它在旁边都很好 就是这个点 那你去看清楚 这个点是接近的话 它大概就是接近 那可是 每一个都可为啊 fn每一个都可为 可是这个f呢 在这个点 其他点都可为 但是有一个点不可为 那 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可为呢 是整个区间的 整个区间的 那就是 不成 所以 这个是个例子 好不好 这里可以写得清楚的 那这个 我往后再 再给大家 再补充 那 所以这个 微分是 是没有那么好的 我们说 积分是好的 微分没有那么好的 积分是好的 你 你以面积来看 这个黄色带子的 底下的面积 你这里差一点点 那个面积 不会差很多 我管你是怎么 怎么起 起什么咒纹啊 起波纹啊 这样子 但是面积来说 它还是一样 但是你用 切线邪率的话 它可能就差很多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说 积分是一个好的算子 微分相对来说 不是一个好的算子 是这个意思 好 那 那是怎么补救呢 事实上就是刚才那句话 我们某一个意义底下呢 用积分来补救 我们还是有一个 微分的法规 我们只是加一些规定 避免了这些状况 去做 那这个就是我们以下的 5.8 我的I呢 就是一个区间 我想不用写那么多了 如果 它有三个条件 每一个I 每一个FN呢 定义在I上面 都是CE的 它是可微 而且这个微分是连续 那 它不只是Differentiable 它是 它要连续 它微分要连续 那 然后 我的FN呢 是去向F 那 这里呢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它是均匀 Point-wise就够了 Point-wise就够了 但是呢 最主要 我多了这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 才是重要的 我要求 它的微分 是均匀收敛 均匀收敛到哪里呢 我不知道 随便 一个G 一个G函数 如果我有这三个条件 均匀收敛 On I On I DAN 如果有这三个条件 最主要是 下面那两个了 它是 本身是Point-wise Conversion 唯一分是Uniform Conversion 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就可以断定 F 是CE的 那 遗传了 它遗传到FN的好处 而且呢 这个F' 就是等于G 这个G 原来我不叫什么函数的 但是我是确定 它一定就是F的函数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等于 所谓的Limit FN' 那我们想要的东西 都有 那 这个就是 我们的 这个定理5.8 这个定理很有趣 这个定理很有趣 老师写过一篇论文 就是因为我深刻认识到 这个定理 用了这个定理的精神 我写了一篇论文 而且是不错的论文 那 idea很简单 事实上就是利用 5.7的B 这个微分跟积分 因为是一个逆关系 所以我直接探讨 好像有困难 我就反过来 因为积分是好的 我不是用微分 我用积分 用什么积分 我用这个FN' 收敛到 均匀收敛到G的这个积分 如果 它是均匀收敛到G 它的积分 也会收敛到G的积分 那FN' 那FN'的积分是什么 大概就是FN 那所以FN就是G的积分 那 微积分之本定理 就说 它的 事实上这个FN 就会收敛到G 收敛到F 那微积分之本定理 就会说 这个F' 一定就是 等于G 因为F就是G的积分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 我们呢 Fix一个 X0在I里边 那 对所有的 X在I里边 我们的5.7A B 5.7B 就是前面的那个定理 积分 我们都有呢 是说 这个 就是G的可G了 这些不多写了 就是 最主要是这个 既然FN'是收敛到G uniform里 所以呢 它的积分 也会收敛到 G 那这个积分怎么写呢 所以这个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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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一个 布局 那 然后这个是 N去上无穷 所以呢 这个是当然是等于 你F'的Limit 就是等于F'的X 减掉F'的X0 是这样 那你 TakeLimit N去上无穷的话 这个是收敛到F' 减掉F' X0 这里呢 我只需要 Point-wise Conversion 就成了 好 我再来一次 所以呢 我们这里是 5.6 对不对 上次我们 这里是5.7 OK 所以这个是5.6 这些编号呢 我们搞错了一点东西 那无论如何 我们用的idea呢 是这样子 就是 我的Limit的 甚至说 我可以 我可以这样子看 可能会更简单 就是 我的F' M'从X0到X呢 这个积分是收敛到 我的G的 从X0到X的积分 好 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5.6B 所告诉我们的 然后 可是这个呢 因为F' 既然是F' M'是CE 当然这个F' 就是可积了 它是连续 可积 所以呢 它是可积 可积出来呢 就是等于F'N'X 事实上这里 就是微积分 基本定理了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 第二微积分 基本定理 FTC 好 然后 M'去上无穷 它收敛到这个 从这里来看 如果M'去上无穷 这里是 Point-wise Conversion的 因为 X固定了 我将M 拉向无穷 所以呢 它一定是等于 F'X 那 X0固定了以后 我将M 拉向无穷 这个Point-wise Conversion 是F'X0 是这样 那这两个 要不要一样 这两个一定要一样嘛 因此呢 我就用呢 F'X 是等于 F'X0 再加 X0到XG 这个是 F'X0 是这样 好 现在呢 5.6 A 告诉我 均匀收敛的话呢 这个G 有什么好性质 它有一些好性质 可以从F'M' 遗传的 那 是怎么 它是 每一个F'M' 都是连续的 所以呢 既然是 Uniform Limit 它当然也是连续 所以 5.6A呢 G是连续 在每一点上面 它都连续 那就好了 一个连续函数 的积分 这个右边呢 就是可谓的 因为 一个G了以后 再连续 如果G是连续的话呢 它就是 得回G 那就表示说 我的左边 就可为了 那如果这个我叫做E吧 那就是 那个是 第一个为积分基本定理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我就有呢 是说 这个 这个right hand side呢 right hand side 就是 Differentiable 因此呢 左边呢 如果右边是可为 那左边 既然是相等 那当然是可为 那我得出来的东西就是 F'呢 就会是等于 右边的 微分 这个是一个常数 微分就零 那这个是可为 我想不用写那么多吧 就是等于GX 好 那既然等于GX 就是等于 每一个 Fm'x的limit 好 这个是for all x 在I里边 所以 这个 微分的limit 就是 就是等于 这个 F' Prime OK 所以 你也可以看 这个Prime 跟这个limit 是可以交换的 我是 这里是 先Prime 再去limit 这里是先拿到 F 先去limit 再Prime 不是这样吗 交换的 是 因为事实上 Prime也是一种limit 我当作一个运算 好不好 我将Prime 看的这个运算 那就是可以交换的 那这个就是定理5.7 在继续下去之前 我还要做一个 一个补充的定理 可以这样子看 是 Uniform Convergence 的一个等价条件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 之前 是 有一个叫做 Koshy Sequence 这个名称 Koshy Sequence An是Koshy 一个Sequence Koshy 是说 它 那个尾巴 都很接近 就是 Am 跟An 都可以 所谓的 任意想 当MN 是够大的时候 那 现在 我们发觉 这个均匀 事实上 某一个意义底下 是将这个FN 本身就看成是 一个数列的 这样子看 这样子看 是OK的 它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函数列 它是 当然就是一些点 一个点 点列 收敛到这个F 我将整个函数 看成一个点 它是收敛到这个F 我5.9 就发觉 那个 Koshy Criterion 一样 Work 那个命题 是这样子说 这个是一个 弱且为弱 相当于就是 一个 Koshy Criterion for 一个 Sequence of Function 弱且为弱 就是 对不起 我这个写法 还不好 这个是叫 Koshy Criterion 这个CRI For Sequence of Function 是说什么 简单 就是 这个 Fn Sequence 它是 It's Uniformly Convergent 弱且为弱 它是 Uniformly Coshy 它是 是一样的 什么叫做 Uniformly Coshy Uniformly Conversion 相当于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函数 它是 收敛的 均匀收敛的 就是这些 Epsilon N的东西 那Uniformly Conversion 是类似的 就是 这个Fn的尾巴 是很接近 是 每一个点 都很接近 那你看看 这个定义呢 没有什么差异 就是 存在一个N 使得 只要我的 N大于 大N大于小N 那我就 它是Uniformly的 每一个X在I里边 我这个Fn 跟这个Fn 就会是接近 对于Epsilon来说 任何Epsilon 我找到一个大N 这个当然是正整数 依赖于Epsilon 那大N 任何那个尾巴 就是 任何的Fn 跟Fn Fn 对于任何的X来说 它的函数值 都满足我的要求 那这个叫做 Uniformly Conversion 那在实数来说 我们做了 做了一次 那现在呢 因为已经有 那个结果的话 这个是简单的 Proof 这个正方向呢 是简单的 我想 我不多说了 就是 如果它是Uniformly Coaching 的话呢 我就简单 就是Let 这个东西 再来一次 如果它是Uniformly Conversion 的话呢 我们Fn 序上F Uniformly 就是 Fnx呢 跟F呢 是很接近 那 可是Fm 也跟Fx 很接近 那所以 我们就有呢 那我这里呢 最主要就是 这个三角不等式 我还是不写那么多 这个证明 简单 我就是Let 这个Fn呢 收敛到FUniformly 则 我就 用这个所谓的 Triangle Inequality 怎么说 我的Fm 跟Fn 事实上可以通过 加一项 减一项呢 就变成是Fm 跟Fx 再加Fx 跟Fnx 那三角不等式 这个绝对值 就小于等于 这个绝对值 再加这个绝对值 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 如果它是 收敛到FUniformly 对每一个x来说 我都找到一个 一个N 所以 我都找到一个N 只要 MN大的话呢 都比这个N大的话呢 那 这个东西 我要求它小于 Epsilon 这个 也小于Epsilon 那合起来就是一个Epsilon 那我就有 所有MN大于 这个大N的 那些 函数列的值呢 对于每一个x来说 这个都要对 那 这里写的不是那么完整 那 你们去将它补充 所以回来这边 需要小心一点 也不难的 因为 在我们实书来说 已经有相关的好性质了 那个就是要 你要了解 这个状况是一样的 我要讲 它Uniform Conversion 我要有一个函数 给它Conversion 我要有这个 黄色的这条曲线 这个小F 那 讲Cos就不用了 函数列自己 前后比较 是不一样 所以你要先 找出这个F出来 找出这个F 事实上不难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这个F 反正就是一个数列嘛 我先固定x 这个数列 是Cos的话 它就要收敛 那作为一个数列呢 它是收敛到一个 某一个数 就叫 这个F NX呢 就收敛到 某一个数 就叫y 一定会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y呢 我就定义 y就是 所谓的F 那每一个X呢 我就有一个Y 每一个X 相对的FNX 都会收敛 那个值 我叫做 我就定义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F 将它定义成函数F的值 是这样子 那 我只有这个小F 然后呢 其他的都简单 现在都简单 那我写一写这个东西 所以呢 对于所有的X 在I里边 FNX呢 它是一个Cosie Sequence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XN 可以看成是一个YN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YN 它是一个Cosie Sequence 那 因此呢 就是一定会收敛 它是Conversion 那我就定义 Define 这个F呢 是从I打R 使得 我的FX呢 就是等于你这个Limit 所以它是 这个FNX现在我知道它是受敛的 那个值呢 我就叫做FX 是这样子 当然呢 这个是组点的 每一个点 有这样子的状况 好 那 既然FN是Uniformly Cauchy 我就有呢 我将这个定义呢 再抄一遍 定义怎么说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0 我找到一个N 任何的 N以后的MN 任何的X 我的FMX 跟FNX 都小 都达到我要求的 那个距离 哦 Epsilon 好 那 我将这个小N 给它固定 这个大M 这个小M呢 要比N大 那是 是任意的哦 是任意的 所以它大一点 它大一点 它大一点 都对 那我两边 这个不等式来说 我令这个M 去上无穷 那个trip就是这个样子 我N固定它 是一个比N大的 那 这个小M呢 当然要比小M大 那既然是任意的 所以 我拉大一点 拉大一点 拉大一点 都没有问题 这个都对 那 好 那 如果将M 拉向无穷的话呢 而N固定 那我就有了 这个FMX 不是就是 这个FM 当然就是一个 parameter嘛 这个参数 你叫 这个小M 叫小M 一样的嘛 它一定收敛到FX 而这个是 原来的FNX 你让那个M 去上无穷 而右边 根本就跟M无关了 就是那个Epsilon 是不是 那 然后 不等号 基本上是维持 但是呢 tick了limit以后呢 有可能会相等 那我们就得出 这样子的一个不等式 那 得出什么东西 随便一个Epsilon 大于零 我找到一个大N 只要小M 比大N大的话呢 我都要FX 跟F小M 小于 等于Epsilon 那跟那个定义呢 是不完全一样的 可是 没差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等价的 这个是等价的 我这里 如果我取 二分之Epsilon 那就 那就做出来了 所以呢 我不做那个细节了 所以 结论是什么 就是 我的FN 就是要收敛 Uniform 有什么好处呢 我还要再讲一点 所以这个是Sequence 有这个Cosie Criterion的话呢 当我们考量一个 一个特殊的Sequence 就是一个级数 Series的时候呢 Series of Function的时候呢 这个Cosie Criterion呢 就 蛮有用的 但是 我想 我目前呢 先擦掉它 我们后面要用到这个东西 是 怎么样一回事 我们要考量的是 我们要考量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些函数 然后呢 是一个函数的无穷核 讲到 好像很复杂 越来越复杂 但是你看一看 我先定义好 这个无穷核呢 相当于就是 等于 我们的 这个从一到无穷 相当于就是说 一个有限核 然后呢 我take limit 那 当大N 巨像无穷 那 我们有时候呢 将它看成是 这个整个部分呢 我就叫是 SN 我的SN呢 就是等于 FN 从一到 大N 我们叫这个是 partial sum 那 从这里呢 就是 这个Series呢 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 那个 部分和 这个sequence的limit 对不对 你讲的这个 好像 这个符号有点复杂 但是 讲到这里 就跟前面的 是一样 是不是 而Series是 常有的 什么常有 我们 最喜欢的 那些Tater Series 不是也是Series吗 Tater Series 是一个Series的function来的 这个函数是哪个函数 这里是代表一个函数 它是个Tater Series 那 它是等于什么 它是 我们都知道 它是等于 1加 X 加X平方 除以2阶乘 我 我这里呢 写一个大N出来 那 这个我们的认定 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跟 这个当然没有差 就是 一个有线和 XN 除以N阶乘 N是从0到大N 就是 这个块 对不对 然后呢 take limit 大N去上无穷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们说 加点点点 就是 再加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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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它 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一个数 不是这样子吗 那 所以 是一样的 这个 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就是 那个 EX的 Tater Series 所以 这些 Series的话 是 我们接下去 要讨论的东西 而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它根本就是一个Sequence 我结论是这样子 它根本就是一个Sequence 你用 这样的Postle Sum来看 所以 我们刚才 前面讲的那些 所谓的Sequence的 什么Uniform Limit Point-wise Limit 那些东西 都对 都这个呢 都适用的 所以 就是 符号呢 我们要 反一点点 没有什么差 所以 这跟前面的一致的 你说是一个 这个基本上不是一个新的Definition 所以我应该 我用Definition 好像是 也不大好 我就说 原用前面的 我说Notation 好不好 我说 We say 这个Fx呢 是等于 Summation的 一大无穷 Fnx 如果 如果 这个是 Point-wise的 如果 对于所有的x来说 我的Fx呢 是等于 那个Summation的 这个有限核 这个有限核的Limit 相当于就是 作为这个sequence的 作为这个sequence的Limit 当N去上无穷 当N去上无穷 大N去上无穷 弱且为弱 就是这个SN 就收敛到 这个大F uniformly 好不好 作为函数来说 uniformly on I 比如说 弱且为弱 在这个 好 那这个符号呢 就是 还可以 去延伸的 我们看到 这个uniformly 是什么意思 如果写清楚一点 就是 对于 Epsilon来说 我有一个N 那 我的SN N以后呢 所有的x 在I里边 我都有呢 就是 SNx呢 跟这个fx呢 距离是 小 小于 Epsilon 这句话 有不同的 写法 那 你也可以写成 是 是这个 原来 Pasal Sum就是 前面N项的 那个函数值的核 你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甚至于 你可以写成 你 这个f 大f是什么 大f是 我们计为 一到无穷嘛 它是limit 所以 它是 就是 你是无穷项的核 这里是N项的核 所以呢 你也可以将它计为 它是 N加一到无穷的核 这个里边的 绝对是里边的 跟这个 符号上是没有差异的 那 当然呢 严格来说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严格来说 是 是没有那么清楚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OK 那个只是一个符号 这个 这样子写法呢 基本上是一个符号 它代表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说是 这个是定义 是这样子 那 刚才 我们用Coshe Criterion 来表达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 均匀收敛 那就 弱且为弱 这个所谓的 Coshe Criterion 我叫CC 或者是我写Coshe吧 这样子比较 就是说 我的SN 对于每一个X来说 这个 好 对不起 这里我要小心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大N 是 相当于以前的小N 所以我这个是 这个是N0 N0以后的 任何的大N 我这里符号要 要多一些 那 好 所以呢 这个Coshe呢 就说 对于所有的 大N 跟大N 它比这个N0大的 那些整数呢 真整数呢 我都有 这个 大N 跟大N 是小于 Epsilon 不是这样子吗 好 现在是 对于 这个Coshe Functions的 收敛 相当于就是说 这个Poshe Sum 作为一个Sequence的 收敛 那如果使用这个语言的话 跟前面的 没有两样 所以 它 Uniform Limit 相当于 它是 Uniformly Coshe 这个是5.9 告诉我们的 应该是5.8 对不对 应该是5.8 告诉我们的 那 好 那 这个用Series来写的话呢 是什么东西 事实上这里是 从1加到大N 这里是从1加到N 那 所以 如果要写得清楚的话呢 用原来的FN来写的话呢 这个是N是等于 N加1到大N 是这样 因为呢 前面的大N相呢 大家抵消掉了 那 剩下来的 就是这些 所以 可以这样子看 那 而这个相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将加 就是说 大N写成是 大N加P 那 又写成是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是N加1 小N呢 是等于N加1 一直到N加P 这个是 也可以说是定义的 没有什么 什么 什么 两样 就是 我 看看 用不同的记号 这个P呢 就是一个整数 它是大于等于1的 所以你可能只有一项 这是任意的 大M是 任意比 大N大 所以呢 相当于就是说 我的P呢 是任意的正整数 那 它的核 相当于就是 你的sequence的 后面的尾巴 任何一小段 的核 是任意小 某一项之后 后面的一段 无论是多大 有限项 那一段 的核 是可以 任意小 那 这个 这个没有两样的 那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东西 我们就是可以 将这个uniform limit 去讨论 我们这个series的东西 那 而 我们呢 下一堂课呢 就是 要做是 将这个 那个 收敛 就是做这个 所谓的taylor series 的这个收敛 我们可以讨论 他们的所谓的 均匀收敛 因为 有均匀收敛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讲 这些series的积分 跟 微分 是这样子 OK 我今天就来到这里 我们今天呢 就是从uniform limit 过渡到 我们下一个课题 最后一个课题 就是 power series 这个 我们下一堂课呢 就是会 继续来做